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音樂日常 那我們今天又要來做一個背景音樂 那我們先從我們的音樂資料庫 就是我的靈感資料庫 尋找一下靈感 OK 所以我現在伸出一小段東西 類似這樣 那我們就加一點奇怪的樂器進去 OK 那我又用了一陣子之後 那我發現原本的這個音色 就我不太熟悉 所以也不太知道要怎麼去搭配其他的聲音 所以我把它換回來原本的最經典的鋼琴聲音 但是 中間我應該還會再穿插其他的音樂 或者是我就把原本那個音色把它改掉 把它改成更符合原本鋼琴的聲音 反正就再玩一下啦 用一陣子之後我就把最一開始那個音色改成這樣 好像有點回音 然後有點像太空中的感覺 那加到其他的音效裡面就會變這樣 那這次我想要把這個音樂把它做得有點 跟我平常風格不太一樣 因為我平常風格就是好像古典樂器 然後慢慢堆疊起來 那現在我想要有點電子樂器在裡面 然後又有什麼電吉他 然後又有bass 反正就是第一次嘗試 那聽起來就像這樣 目前這個階段是還沒有混音的 所以聲音就是全部都是0dB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稍微混音一下 然後就是再看看你哪裡需要再稍微修改一下 那我們又修改還蠻多東西 就是讓整體變得更有變化更豐富 像是電吉他的部分 我就讓他變得比較不一樣 ok 那我們接下來就用我們的launchpad 然後來排列組合一下我們的音樂 那剛好呢我有八種樂器 剛好全部都可以顯示在這個launchpad上面 因為他剛好有八條音軌可以來使用 好啦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ok 那我們的音樂就差不多完成 那我們音樂分成了 1 2 3 4 5 6 7個大部分 那我們來看看 那我們音樂開頭呢就是一個純鋼琴 直接一個漂亮的開場 然後彈到一半的時候 我們直接加入了弦樂跟鼓的那個high hat進來 那下一段我們就直接把我們弦樂砍掉 然後直接加入一個bass吉他手進來 接下來這一段就是在高潮前的這一小段 就是節奏越來越快 越來越high的部分 然後我們就直接留一個大空格 然後我們就進入了我們最high的部分 沒有 第二high的部分 那第二high的部分 中間我鼓點直接空一格 這樣聽起來好像還蠻酷炫的 那下一段呢 我們又回到了比較溫和 比較華麗的部分 就是弦樂跟我們的鋼琴為主軸 最後我們最高潮的部分 這個就是連鼓點整個都加快 全部鼓點都塞很滿 然後我們的其他樂器都也把它填很滿 就是一個越來越高潮 然後最高潮 那結束我們最高潮的部分 我們再回到我們華麗的部分 那我們這裡就把我們bass下面的低音 全部拿來鋼琴這邊彈 還有我們主旋律也在鋼琴這邊 把它做結束 最終的音樂出來的話 我會放在下方連結 有興趣就去聽一下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音樂日常分享影片 大家當然喜歡這影片 按個讚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日常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掰掰